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舒适与时尚完美结合 纳摩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章 动物文潮流 野性魅力让你成为焦点 在时尚的世界里 动物文就像是一位永不退场的明星 时而低调 时而张扬 总能在不同的舞台上吸引众人的目光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股野性魅力是如何让你成为焦点的 首先 动物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想象一下 几千年前的某个部落 勇士们穿着用狩猎到的动物皮制成的衣物 既是为了保暖 也是为了展示它们的勇猛与力量 可以说 动物文的魅力从一开始就与野性紧密相连 如今 虽然我们不再需要用动物皮来抵御寒冷 但这种文理依然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原始的力量 在现代时尚界 动物文的流行可谓是风起云涌 豹纹 蛇纹 甚至是斑马纹 都是时尚界的宠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动物文总是能成为焦点 这就要归功于它们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搭配一条简单的牛仔裤 还是一条优雅的长裙 动物文总能为你的造型增添一抹野性与个性 当然 穿上动物文的你 可能会面临一些有趣的挑战 比如 当你穿着豹纹裙子走进办公室时 可能会引起同事们的侧目 甚至有人会调侃你是办公室的猎豹 这时 你可以微笑着回应 是的 我在寻找我的下一个项目猎物 幽默感总能化解尴尬 让你在众人面前更加自信 此外 动物文的流行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向往 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 许多人渴望回归自然 动物文正好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 穿上动物文的衣物 仿佛让我们与大自然的野性重新连接 哪怕只是短暂的瞬间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动物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驾驭的 它需要一定的自信和风格 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可能会觉得穿上动物文 就像是把自己暴露在聚光灯下 但其实 真正的魅力在于你如何自信地展现自己 记住 时尚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 而动物文则是你个性的一种延伸 总之 动物文的潮流不仅仅是时尚的选择 更是一种态度的体现 无论你是想要展现野性魅力 还是希望在众人中脱颖而出 动物文都能为你提供一个绝佳的舞台 大胆尝试 或许下一个焦点就是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闪亮高光 脸部立体感让你光彩照人 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第二章 闪亮高光 脸部立体感让你光彩照人 这个主题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高光的历史 高光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埃及 那时的法偶们为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甚至会在脸上涂抹金粉 想象一下 古埃及的法偶们在金字塔旁边自拍 配上闪亮的法偶这样的标签 简直是时光穿越的时尚达染 高光的作用不仅仅是 让你看起来像个神话中的生物 它还可以通过光影的变化 帮助我们塑造脸部的立体感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高光 脸部就像是一张平面图 缺乏层次感 仿佛一幅未完成的画作 高光就像是画家的最后一笔 让整个作品生动起来 在现代化妆中 高光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艺术 我们可以通过在额头 颧骨 鼻梁和下巴等部位涂抹高光 来创造出一种立体感 就像是给脸部打了一层光影滤镜 让你在任何场合都能光彩照人 想象一下 在朋友的聚会上 你走进房间 光芒四射 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仙女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当然 使用高光也有一些小技巧 过量使用 可能会让你看起来像是 刚从油田里出来的 或者像是参加了一个闪亮的舞会 所以 适量是关键 记住 少及时多 毕竟我们不是要在脸上开拍队 而是要让自己 看起来更有魅力 最后 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展示他的化妆技巧 他在脸上涂了大量的高光 结果在阳光下走出教室时 竟然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大家纷纷以为 他是某个明星 他一开始很得意 直到他意识到 自己其实是被一只飞来的蜜蜂追着跑 看来 闪亮的高光 不仅能让你光彩照人 还能吸引一些不速之客 总之 高光是化妆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不仅能提升我们的外貌 还能让我们在生活中 增添一份自信 希望大家在使用高光时 能够像古埃及的法老一样 闪耀 而不失优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运动风格 舒适与时尚完美结合 在我们探讨第三章 运动风格 舒适与时尚完美结合 十 不妨先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想象一下 某个阳光明媚的周末 您走在公园的小镜上 突然看到一位穿着运动鞋 搭配时尚运动服的年轻人 他的每一步 都像是在走梯台 仿佛在向全世界展示 我不仅能跑 还能时尚 这时 您可能会想 这小子是来锻炼的 还是来秀的 其实 这正是运动风格的魅力所在 运动风格的崛起 源于我们对舒适的追求 与对时尚的渴望之间的完美结合 曾几何时 运动服务只是在健身房 和运动场上出现的单品 但如今 它们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了街头时尚的主角 想想那些经典的运动品牌 如Nike Adidas 和Puma 它们不仅仅是运动装备的代名词 更是时尚潮流的引领者 在这个运动风格的时代 舒适与时尚并不是对立的 相反 它们就像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互相依偎 携手共进 试想一下 您穿着一条宽松的运动裤 搭配一件时尚的运动外套 脚踩一双轻便的运动鞋 走在街上 回头率绝对不低 更何况 运动风格的服装设计 越来越注重细节 色彩搭配和剪裁 都让人眼前一亮 仿佛在告诉我们 我可以在健身房 晦汗如雨 也可以在咖啡馆 优雅的品味一杯拿铁 当然 运动风格的流行 也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他们的运动时尚造型 您可能会看到 一些人 穿着运动服 在家中做瑜伽 旁边却摆着一杯精致的香槟 仿佛在说 我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也在享受生活 这不禁让人感叹 运动风格 真是让人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总之 运动风格的魅力在于 它让我们在追求舒适的同时 也能保持时尚感 无论是在健身房 晦汗如雨 还是在街头漫步 运动风格都能让我们自信满满 时刻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所以 下次当您看到 那位在公园里走梯台的 年轻人时 不妨微笑着对他说 你真是运动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动物纹潮流的野性魅力 高光让脸部立体感的闪亮效果 以及运动风格如何舒适 与时尚完美结合 这三个主题 不仅反映了时尚界的多样性 还让我们意识到 时尚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艺术 首先 动物纹作为永恒的时尚元素 令我们重温了与自然的联系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感受到一丝原始的力量 同时 高光的艺术运用 让我们的面容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仿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明星 运动风格 则让舒适与时尚完美融合 穿着运动服的我们 无论是在健身房还是街头 都能自信地散发魅力 在这里 我想分享我的观点 时尚不只是穿衣搭配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无论是选择大胆的动纹 还是在脸上涂抹高光 亦或是随意穿上运动服 最重要的是 你要自信地展现出真实的自己 毕竟 时尚是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在日常生活中 闪耀光芒的方式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时尚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 动纹的服装 高光的化妆技巧 或者运动风格的搭配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或者提问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精彩观点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似乎制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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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